嗨 大家好 我是大叔 知道大年除夕的 没几个人会来看YouTube 但既然答应了新年前上星 那肯定还是得履约的嘛 所以先来交代 最重要的是 还得回来和大家拜个年 再过几个小时就牛年了 先用马来西亚人今年最流行的贺词 祝福全世界的众华同胞们 Healthy New Year 马来西亚人很好玩 华人和华人贺年老爱说洋话 但马来人和华人贺年 说的确实恭喜发财 前几天是小年 腊月23是北方小年 腊月24是南方小年 南方是相对于北方的名字 是真正的男 北京人将上海人就叫南方人了 广东人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南方人 现在不容易说 屁 你们跟我们男吗? 其实要是站在北极 汉尔滨就很男了 不管了 总之南方小年 马来西亚华人是要送召军的 送召军是南洋华人的传统 一般都是在腊月23的晚上 香岸生旅全都准备好了 等24日指食一道 即刻动手 马上将赵军给送走 这里的伏人人叫做送神 其实老人家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送神要早 接神要晚 让赵军有多一点时间 在天庭好好汇报一下 另一种说法是 送神要晚 接神要早 才能体现对赵军依依不舍 又恭敬有家之情 还有个效果 可以让他们接触少些 才不要乱说话 各有各的想象 都挺有趣的 只不过大叔就在想 今年连林郑月娥上金数值 都已经用这个视频连线了 神界文明扫税也早 咱们好几十万年吧 通信怎么还这么困难 今天我们说美丽人之冬 干嘛说马来西亚人过出去那么喜庆 因为聊完年冬 咱们就过新年了嘛 才没有了 这不是短冬 是个超级大长冬 大家得先有点心理准备 所以千万别以为 今天一集大叔说得晚 今天只是冬天的一个起头 所以过小年大少数的时候 大叔的感触就特别深 想想 地球人就火送神 一次过就送走好几个 属爷办事不力 明天开始 停职停奉11年 董神也已经功成身退 先走一步了 温神办事倒是挺群立的 只可惜对凡间 特别坚定特别难送 到时79世的乔神 刚刚才封神 暂时还送不了 挺烦恼的 乔拜登这个翻译其实挺有趣的 乔这个字在我们敏兰话 有斡旋的意思 也就是居中调解 看看能不能扭转乾坤 大家彼此妥协一点 挪一挪让一让 白羊黑羊腾出条道来 让大家都能好过些 喘火气 但可惜 这人就是个标准美 第一句话就说 你回来呢 我回来当世界领导啦 第二句话说 怎么对付中国 等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都讨论完了 就知道了 第三句话呢 就是说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 但只要是对美国有利的 我们还是可以合作的 但是明明就已经过春节了 一个Happy New Year都不说 一点敏感度都没有 连最基本的尊重 都不懂 还谈什么谈 真是糗木不可雕 其实他那句 回来当领袖的第一句话 最有趣 既然说是回来了 也就是说 一个个体 到一个他所属的群体当中 对不对 没大没小的 就要所有人奉他当领导了 今时今日 就算是秦始皇附身 也还得乖乖到 黎山小区街道办去登记复口 才能合法逗留 你一个四年任期的总统 算什么东西呀 全球最糟糕的疫情 都还没能管好 口气那么大干嘛 再说 既然吹了这么大一个牛 至少也得撑火嘛 对不对 结果没有 第二句话马上就认怂了 说关于中国 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必须先和手下通通气 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哎 领导是这么当的吗? 是你自己说回来当领导的 结果不仅自己没主意 连大伙是怎么想的你都不懂 那还领什么岛啊? 你看过这样的领导吗? 说这种屁话 这和卫生阿姨 获选当CEO的支持 有啥分别啊? 说到来 还是那第三句话 比较合理些 能合作的 当然得对你们美国有利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嘛 对不? 那这句 不仅是实在的大实话 更道出了美国和中国的核心差异 美国坚持的 本来就是单方面的利益 但中国人可就不这么想了 中国人的哲学是 一花不是春 孤艳 难成行 要合作 就得优先考虑能双赢 最好还能共赢 多赢那就更好了 哪可以只考虑单方面的利益的? 要是只有一方得利 那就没有合作的前提了嘛 对不? 除非 那是为了大我 像现在中国和一些穷国合作抗疫 说是合作 实则就是单方面的付出 免费给这些穷兄弟 送医、送药、送夫妻机、送口罩、送疫苗 不是英美那样抢医、抢药、抢夫妻、抢口罩、抢疫苗的 你说这叫疫苗外交吗? 开玩笑 这是当前全世界最稀缺的资源 是富得留意的国家 花了大钱都买不到的东西 就算你坐地起价 那拿到的人都还得磕头道谢的 所以用合理价格售卖难道就不是疫苗外交了吗? 干嘛还需要捐给WHO1000万计 又私下给这些穷兄弟们塞免费的 那些都是免本的吗? 这就叫情义啊 这才是真正的人道啊 这正是只要对美国有利益的相对面 知道吗? 这世界上要是没有能够分享的人 那和矿工去打高尔夫 结果一杆入洞的神父 有什么两样? 还希望乔神想一想 再想一想 三想一想 最好是四想一想吧 然后才开口 可以吗? 废话了这么多时间 这不务正业 没办法了 过节心情做评论 再加上大叔频道的跑敌特色 是这样的啦 大叔不是邪子 也不会说什么大道理 大家去聊聊天 交换些想法 和大叔聊天 只有一个好处 大叔不会造谣 不会哪些没有的东西来胡掰 既然想说嘛 就只举真凭实据的例子 只聊符合逻辑的分析 只推断一些可以预见的未来 上期我们聊到三权分离 给美国社会带来的障碍 说的是权力的横向施横 我们都知道权力这东西是立体存在的 而三个点又绝对组不成一个立体 所以大叔将那一个叫做平面的三权 其实要是进在同一个平面上 即便再多的点 也是于事无补的啦 所以才有我们上期说到的宪法 宪法就是三权分离的原点 当有了一个原点之后 我们才能将 分离的三权 辅射成SYG三个点 形成一个真实社会需要的立体管理结构 这也才能达到长时间的空间平衡 当初的美国人 将原本由贵族、平民及奴隶组成的 线性社会发展成这样的 立体状的结构 自我感觉特别的良好 而事实上 这是欧洲这时代的另一个翻版 但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 大叔就不展开说了 今天我们只需要知道 当初的美国人将这个体制大量复制 每个州自己搞一个 for state constitution to governor state legislature state court 组成的 小三角追体 如果说国家层级的宪法加三权算是大碑 那州级的就算是中碑 小一点 但内容是一样的 然后再将这些中碑 一个个合逐起来 经过复杂交叉控制 就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国家整体 所以才叫做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原本是团结起来的各州 也就是联合邦的意思 那是沿用老欧洲的城邦思路 或说是变相的风险制度吧 大家各自为政 但都抱传群了 鼻子都不冷 这很正常 人类社会本来就是抱团的结果 而这个抱团的基本单位 就是州 这个结构看起来也是和缝 应该是能长治久安的 当然 必须得有几个心结条件 那什么条件呢? 首先 当然得日子好过啦 否则抱传来干嘛对不? 但也不能过得太好 因为安利使人懒散 懒散就不想惹事 但富裕却被使人贪婪 贪婪就特想惹事 所以这个度 绝对得拿捏好 那第二个条件呢 得统一流动便利 让抱团的人都能自由往来 这不用说了 中国人最懂了 老中医门最爱说的嘛 通则不通 痛则不通 要让大家不想分手 就得让交通、交易、交流等等 人员事务都能畅通流动 否则这个合众国就没意义了嘛 第三呢 那就更重要了 也就是军权的贸易权 必须集中在中央 也就是得牢牢掌控在联邦政府手中 这个目的 不仅是为了集中火力 欺负别人 保护本国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让这些各州都造不了反 美国虽然有22个州 有自己的州防卫队 也就是各州的独立军力 但兵力远远不及国防军 有了这种保护之后 就算是你想反 也无从发力 也就不能成事了 而要维系这一切 就需要国家级别的政党 作为纽带了 不然您想想 要是各州都只能在一两个州内活动 各州都有自己完整的自主权和自立能力 那还需要和中央配合个啥? 各自独立得了呗 还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交往和不想交往的对象 那多好啊对不? 所以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 共和党和民主党 能够也必须牢牢地掌控着政权 否则的话 只要随便出现一个小小的缺口 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 必定分崩瓦解 我们说的分崩 指的是各州 也就是各个中卑的三角椎体 至于瓦解 指的是各县市 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小三角 而且还是个没有圆点的平面小三角 那要是真瓦解了 就会像一片片独立存在的瓦片 自己感觉良好 但一点屁用都没有 唯一的功能就是能将彼此撞击的粉碎 您要是以为大多这么说 实在是天方夜谈 美国人才没有这层忧虑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不仅是美国最害怕发生的事 甚至是美国人能坚持不断 在全球各地拼命制造各种分裂及动乱的核心动力 因为只有不断的外苏 才能平衡国内的分裂情绪 说白了 也就是狼群行动 分享猎物 而免得自成 举凡分裂前苏联 分裂欧盟 分裂中东 分裂东盟 等等 目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您看 有哪个被他们成功分裂之后 还能得到他们善待的 事实上 凭着任其腐败弥烂 富着吸食其骨肉筋血 至残破衰亡为止 无一例外 决裂胜利价值 我们能理解了 它为什么非要令这些脱离主体的国家或者地区 雪上加霜呢? 不是因为美国人天性邪恶 只是美国政客 绝不容许有人示范脱离旧联盟之后 可以得到更美好的未来 对美国的政治架构太不利了 亏起着一个错误的示范 他们需要的 是一个个残破的分裂体 所以东帝万必须穷 乌克兰必须惨 接下来英国也一样 而且还必须更惨 例子多不胜数 你再听话也没用 分裂之前 美国只是不想你所处的主体强大 分裂之后 你更不可令美国各州人民 有非分的奇念联想 尤其是和他们同中同一的英国 那是非常不可的 因为美国从联合立国那天起 本来就不是像中国一样的 一大块的整体 而是像欧盟一样 抱团巨拢的地方势力 要是英国在脱欧之后 活得更加舒坦了 虽然可起着分解欧盟的益处 但同时也将加剧美国某些州 想脱离独立的心思 但如果英国够惨的话 那有离心的人看在眼中 那形势反而会更加谨慎些 所以拜登要是明智的话 肯定会落井下石 好好善待这个活标本 既可以教育美国各州 何则王分则意图的道理 又可以和欧盟虚以伟责 暂时缓和欧盟原本已在燃烧的 和美国分歧的念头 但要是这老头不懂事 继续给五眼联盟的过期恶歌诉讼养分 意图加深欧盟的裂痕 未来四年国内矛盾 必将发生微妙的变化 不仅于肤色、贫富 或是意识形态这类社会性冲突 更将衍生出 足以致命的对异性歧视 那不是潜移木化之下的必然结果 而是正在天上 酝酿着的最后一片雪花 不会太早落下 但也一样不会轻易消弭 怎么还没说出血 就说最后一片雪花了 因为人们总是特别重视第一片雪花 没几个人会去关注最后一场雪的 那也难怪 因为下雪不是球赛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这一场结束之后 下一场还来不来 除非你能预先知道 最后一颗冰晶 有没有落在人间的条件 而我们是从哪 归探到其中的端倪的呢? 从拜登夫之欲出的不安 还记得拜登一张戒之后 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 没错 刚才真有用心听 美国回来了 特别抓马是吗? 是的 但确实是他说的 回来是回来了 问题是 回来的是什么东西? 没有最糟糕 只有更糟糕 走了个狂人 回来之魔鬼 而魔鬼想回的又是哪呢? 先别说没事上门 饭事跑人 被他当作窑着的 来不及开出 伊朗核协议 或是巴黎气候协定 你说那是特朗普干的吧? 但请尊重美国民主 特朗普不是普通人哈 他是由美国人民选出来的总统 是美国人的共同意志 谁否定那是美国人干的 就是对美国民主的羞辱 这应该不难懂吧? 所以拜托民主党 都炒糊了好不好 别再甩锅了 还有被美国当作公共厕所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用了卫生纸还洗了手 却死不交管理费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那可不是你们第一次干了 1984年一走就是19年 而回来还不到8年 就因为组织接纳了巴勒斯坦 便不缴汇费了 以为这样就可以逼迫所有的成年国就范 后来看欠了7年5.6亿的汇费 人家也还过得好好的 就恼羞成怒 连屁股都不擦就跑掉了 原因竟然还是荒腔走板的 教科文组织太政治化 扯着也太过了吧 人家就是因为不政治化 才从教科文的立场出发 接纳巴勒斯坦 你逼迫不成 反猪八戒倒打一耙 指控人家政治化 那也未免太无耻了吧 就算这些都不说了 但人群理事会又怎么说 拜登现在每天心心念念的 就是想回去操纵人群理事会 以便为民主党接下来四年 那些莫须有的荒唐异想 及指控背书 我们暂且不说什么历史 或是这40年来 美国在世界各地 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安商事 但就民主党管理了116年的美国 为什么至今还闹黑命贵这样的运动 就足以要他们shut up了 更何况 这只刚刚才吞下了50万条人命 残害了上千万条性命的魔鬼 现在还想要入主人群理事会? 拜托 别说那是特朗普害的 那条蠢货 恐怕连Fort Littrick里头 到底在干些多么龌龊的事情 都不太清楚 天蓬佩 或许还比他多知道一些 我们不造谣 线下的证据还不够充分 还不能确定新冠病毒 肯定是从Fort Littrick放出来的 美国也不让调查 而当前就连基因素颜 也只能回溯到50年前 多个地方都出现过这样的病毒 只不过除了中国 之前没有人有能力发现罢了 事实上 Fort Littrick研究生物武器的历史 也远远超过了这50年了 这些我们都不讨论 Fort Littrick 是美国其中一个 臭名昭彰的生物武器研发基地 那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试问这世界上 还有比人权理事会 允许一个制造生物武器的 邪恶国家加入 甚至控制 还要更可怕的事吗? 最基本的人权就是生命权 这么说吧 一个管不好疫情的政府 我们还可以勉强欺骗自己说 那只是因为他们的愚蠢无能 但要是一个政府 连自己的军警都管不好 任他们的军队在国外 警察在国内 竟干些草菅人命的事 那请问 他们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人权? 更无耻的是 现在他们还打算 入侵人权理事会当理事国 还收买了好几个 无耻的人渣替他们背书 这些发言 支持他们出任理事国的 根本就是魔鬼的代言人 接着 美国还想回归欧洲 回归亚太 回归中东 这些也都是特朗普 当初撤离的区域 你可以恨特朗普 但事实上他一心只想着 美国优先 让美国一家吸进全球的游水 所有人都当他的奴隶 叫他生老大罢了 他也爱撒谎、爱吹牛、爱耍哭 但公平说事 仅此而已 他这四年 可没发动过一次战争 甚至在美国情报单位 忙着搅和他国政局的时候 他一开始 也都还昏昏顿顿不置可否的 因为别的总统 每天早上都会听CIA汇报 而他是 一两个星期才听一次 而且听了还大嘴巴 所以CIA基本都不太爱跟他说太多了 自己玩自己的 反正喜欢不喜欢 你预算还是得照给的嘛 但是民主党就不一样了 CIA是杜鲁门成立的 杜鲁门是谁啊? 是民主党老祖宗啊 别说CIA里头 全是民主党换了的爪牙 就连NED、RSF Hasalabville NDI、IRI Freehouse 等等 遍布全球各地 数十个CIA外事侧翼 上千个关联组织 也一直都被民主党牢牢捏在手中的 民主党回来了 意味着全球都得乱上一波了 实际上现在全球各地 都已经暗流汹涌 阴兵们都已经叙事待发 有的长得像NGO 有的长得像媒体 有的甚至还长得和在地的民粹团体 一模一样 是一般人分辨不出来的 所以接下来的事例 大家可以擦亮眼睛慢慢观察 所有亲中或是亲儿的国家 内部都会开始动荡 先是网络开始抨击执政者 接着谣言士气 媒体接力推波助来 进行各种的人格谋杀 接着各式各样的NGO 和一个个地缘、血缘、业缘各种所谓的民间组织 正逆凛然地号召各种示威骚动 看热闹的吃瓜群众 是感受不到威胁的 甚至还会参与其中 或是当上行动的小领导 因为这一整套 进入专家精英设计的话术 会让你自觉站在这里的一方 公民反抗 纪律力争 但事实上 正在为美国人扎刀拼杀 浑然不知 更多的还会在平息之后 幻化成终身的信仰 像赵少康那种 以自己的信念引以为豪传承给下一代 为将来的动乱埋下伏笔 那才是另一波更深层次的浩劫 所以得有心理准备啦 我们正式解读美国的冬天之前 必须先弄懂一个道理 美国政客比谁都懂得搞政治 绝不会让自己寒冷 在美国入冬之际 也正是他们操作的最狠之时 所以我们才更需要预先知道他们的罩门所在 今天我们只说这么多 先将最后的一片血话说了 目的是什么 大家也应该清楚了 知道各位 还想要听细节 而且真正可见的不久的未来 咱们也还没琢磨 不过没办法 要过节了 你懂的 但是放心 这些大叔提到的 过了大年之后 会让大家说得更细一些 毕竟传说中的 亚洲小北约 印太战略 五眼加一联盟 二额行动 入主联合国各理事会 和各个国际组织等等 都将为世界带来一个又一个的生命 及生存威胁 总之 管它天会塌下来了 大家现在先将房心事放一放 开开心心 过新年 大叔向您拜年了 祝福大家 合家安康 恭喜发财 步步高升 富贵吉祥 Healthy New Year 也像那些在疫情当中 接受了挑战的朋友们 致以忠心的慰问 让我们一起勇敢坚强的面对未来 那我们就新年后再会啦 拜拜